洋漆菜,一种枣类植物,别名鹿角尖、海菜芽、羊奶子、海大麦等 枣体黄褐色、肥厚多汁、叶状体的变异很大,形状各种各样 生长在低潮代岩石上 研究发现,洋漆菜含有人体所需的18种重要氨基酸 包括8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 14种重要微量元素,具有较高的营养保健价值 洋漆菜每百克含水分17.5克,蛋白质20.9克,脂肪3.7克 碳水化合物29克,钙329毫克,0203毫克,铁99.4毫克,赫藻胶22.7克,甘露醇6.6克,点63毫克等 日本称其为长寿菜,每年大量从我国进口 洋漆菜可以补充氨基酸和矿物质 对于提高体质来说,效果不错 同时也可以有滋阴的效果,对于提高免疫力有帮助 洋漆菜的功效和作用 1.预防甲状腺肿大及儿童智力低下 洋漆菜是一种含有高点的海藻类食品 可以预防缺点而引起的甲状腺肿大及儿童智力低下、痴呆等症 2.预防高血压 洋漆菜含有丰富的多糖 多糖不仅具有抗肿瘤的作用 还有促进造血功能和增强免疫功能的功效 防止血栓形成,降低胆固醇和预防高血压 3.治疗便秘 洋漆菜中的食物纤维素对大便秘结有明显好处 有效地防止肛肠疾病的发生 此外,高纤维素的食品对于糖尿病人也是有一定益处的 4.强身健体 洋漆菜中所含丰富的钙、点、铁、钾、心等 是人们强身健体的必需物质 5.减肥 洋漆菜热量很低 减肥人士多吃也不怕发胖哦 洋漆菜的吃法 买的洋漆菜,洗净放入盘子中 加水淹没过洋漆菜 加入食盐浸泡一小时以上 浸泡后洗净控水 锅中水烧开 放入洋漆菜煮5分钟 煮5分钟后捞出过凉水 挤干水分 然后将洋漆菜放在案板上切几刀 将洋漆菜放入盘子中 加入食盐和红糖 加入醋和芝麻油 最后调入海味点蘸鲜露 家里没有这个调料 就加入鸡精也可以 这个菜很好吃 不加一粒葱姜 味道也自然鲜美 这菜凉拌好后 我有时都将它当饭吃 还没吃饭前都能将它吃光 真心好吃